大家好,我是阿周 今天這個影片很特別 因為我拍攝 我認為全臺是設計最奇怪的一段道路 它的紅綠燈設計呢 設計的非常非常的奇怪 不過呢,我也不能說是怎麼樣 所以說我只能用影片 來敘述這段路的怪異的現象 讓各位看一下 你有看過這樣的道路嗎? 開始錄像 前面有看到這7-11喔 這條路砸七砸八的 有沒有看到很多指標 這個指標呢,等一下右轉之後 你會看到這邊的道路設計的非常奇怪 可能是呼籍到車輛進入這個社區啊 要讓車輛那個減速 所以說,所有的機車歸機車 汽車歸汽車 轉彎歸轉彎 反正就是亂七八糟的一段路 讓各位體會一下 這邊的紅綠燈 走這一段路最大的惆動就是 啊,不要說了 反正設計走 我不知道他腦袋是裝什麼 這段路是位在台南 新化外環道台19甲線 反正我也不去批評什麼啦 這是我看過設計最爛的一段路 裡面呢,注意看 裡面是綠燈 快車道是綠燈 汽車道現在是紅燈 側偏的轉彎也是紅燈 那等一下呢 換成快車道會變成紅燈 慢車道變成綠燈 旁邊的巷弄還是紅燈 好,走了 現在變成汽車道是綠燈 裡面的快車道呢 就變成紅燈 這邊呢 時速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這邊 裡面又開始變成紅燈了 這邊呢 汽車道變成綠燈 這設計上真是天才路 我一般來這邊我就覺得 設計這一段紅燈真的真是大天才 我覺得它是天才中的天才 所以說 各位如果來走這一段台19甲線的話 走走停停都是很正常的 不知道公務人員的期待是到什麼心態 就這麼一段前南是最特殊的道路 也就在新化區要去虎頭皮 虎頭皮公頸區的路上 每次來到走這一段台19甲線的時候 都是讓我很痛苦 為什麼 即便是開車 或者像我今天是騎摩托車 都是要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的 一小段路 你停了兩三次都是很正常的 汽車呢就繼續在這邊曬太陽等候 各位如果對這段路呢 有什麼心得有什麼感想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是阿周拍的這段路啊 我不知道會不會被人家 不過我確實是把這段路的情形 跟各位做一個報導 你可以感受大概三分多鐘 大概一半的時間都在等紅綠燈 來到這邊 右轉就是到虎頭皮 我們還是往前走 因為要到果菜市場 直走會比較快 這邊這一段路還是 機車歸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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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綠燈 就是這樣的設計 好的影片就大概四分多鐘 你就可以感受 我到底走這段路 這短短的一段路 真的都是在等紅綠燈 走了停 走了停 等紅綠燈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我也不實地報導這支影片 能夠了解 能不走這段路盡量不走 我們下次影片見